嗨 你好 我是牛奶爸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篇文章 12月31号这篇经济日报刊登的文章 在数月时代这个网站上登出来的 他说在15年来只有两年获利 特利集团撤守中国 总裁何汤雄从失败学到了什么 特利集团就是特利乌 还有HOLA 特利和乐 那这个特利乌我们台湾已经蛮多人知道 都看就应该都去逛过吧 还有那个HOLA 里面有很多DIY的一些工具、家具 那这篇报表讲说他在中国已经撤手了 只有两年获利而已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等一下在结束之后 我们会讲一个商业模式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常在讲的 现在流行的商业模式就是 羊毛出在狗身上租来买单 简单举一个例子像这个Google、脸书 他们都是用免费方式 让你去使用他的Google搜寻请 还有脸书的那些内容上传 那都是免费嘛 可是他们到底赚什么钱呢 他们赚的其实就是让商家来刊登广告 然后赚取商家的钱 所以羊毛出在狗身上租来买单就是这个意思 他并不是针对使用者来收费的 那这个特利集团今年8月宣布 投资15年的中国特利和乐因不堪亏损 将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他们从2004年进军中国大陆市场 但15年来只有两年短暂的获利 所以他们集团总裁 曾对中国大陆和乐充满梦想 或者扭转颓势 2017年的时候他特别搬到上海 住了两年 但是经过两年的充实 仍然没有办法追上中国大陆 零售市场的变化速度 止不住他们的亏损 他形容说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出马就可以了 因为在那里我说了算 但事实上中国大陆零售发展速度 比起台湾快得非常多 不只是电商跟实体零售的竞争 而是整个经营思维走得很前面的人 他讲的经营思维 其实就是他们商业模式的改变 像他们特利物 他们是传统的商业模式 已经彻底被颠覆 他强调这两年给他上了一堂 非常宝贵的课 思维也彻底的改变 他说我所了解认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台商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如果没有在当地 没有实习自己操作 没有在地化的经营 无法判断变化 不如不要做了 像其实我很多学生一直在问我讲说 大陆网络行销怎么做 网络行销怎么做 我说你有没有去住大陆 你有没有在当地住过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常常来回两岸 如果没有的话 我建议你放弃大陆市场 我建议你放弃大陆市场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在地化 你光是讲的中文 讲的国语 就已经没有办法接地气了 没有办法接地气 就是他们大陆人一听到你这讲的话 跟当地不符合 让他们跟你就觉得是两个不同国家的人 那你卖的东西 你的你写的文案 其实没有办法去打动他 没有办法去touch到他 他根本就不会有感动 像到这边有讲说 1314那几年 20132014年 在台湾其实也是脸书发展的非常快速 广告 脸书广告发展非常快速的那两年 他在大陆网路发展非常快速 他说他根本就脱节了 他写说 我到中国大陆上第一堂课是什么 那时我找年轻的朋友来家里吃饭 想跟他们多接触 其中有网红很厉害 他帮化妆品公司卖掉60万的产品 我就想说看他怎么播的 我一看影片说不像你啊 他就说 阿伯你耍老土了 我要变什么样就变什么样 没有错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大陆的一些直播 直播主长的跟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陆的直播主可能是一个欧巴桑 可是他可以从直播画面看起来 是一个很漂亮的美少女 这是他们直播软体已经非常非常的进步 可以改改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讲说 我不是不知道修毒软体 但我不知道原来修毒软体可以修到 你想怎样就怎样 然后他也想要请一个网红来公司做指导 他说他不行 因为要出国半年 然后他问他说 你出国半年怎么做生意 然后那个网红就回他说 我到哪都能做生意啊 所以像特立乌总裁 他们是做实业 实体通路起家的 他当时不懂网红 后来做了很多改革和体验 但怎么做都跟不上市场变化太快了 你知道吗 老一辈的人 他们都不知道说 其实只要有一只手机 或者一部笔电 到全世界都能够做生意 但现在这个时代 网红他只要一只手机 全世界到处玩就可以做生意了 这是很多传统实业的老板 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这是真的哦 那后面很重要 他说 我认为要到大陆冲实业 如果人没有在当地了解市场 也没有实际操作 没在地的话 就无法判断当地的市场剧烈 变化剧烈 那不如不做 我在2017年上海定居 可说是上一堂非常重要的课 因为我亲身经历到大陆零售变化 最剧烈的时候 最后记者在问他 是否会打算再进中国大陆市场 他回答说 中国大陆市场太大 总部在台湾 你在台湾要管变化快速的大陆市场 根本不可能拼得过当地的公司 未来 可能我去中国大陆会做投资 但事业肯定是不会做的 但如果单纯投资机会 或许我们可以评估看看 你看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大陆市场 我建议你真的是住在当地 住在当地一段时间住个几年吧 或者说你想台湾 在台湾用手机或用电脑 甚至做线上课程等等的生意 我建议你还是经常来回两岸三地 经常来回 否则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变化的快速 因为有很多东西没有在当地的话 光是从网路上面的观察 是只能大概一支半解而已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商业模式的案例 比如说有一家咖啡厅 他开在山上人也很稀少 那他就想一个商业模式 怎么样让他的餐厅的生意会变好 于是他就跟这个加油站合作 他跟加油站讲说 我提供免费的美式咖啡券 那一叠提供一叠给这个加油站 然后只要加油满一千元的话 你就送出这一张 那这个加油站老板想说 这个五本生意不错 因为这个可以促进这个加油站的人 可以加满一千块 然后他送的这个咖啡券 其实是这个餐厅老板准备的 而且他也不收这个石油 这个加油站的老板任何一分钱 都不收他钱 他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借由加油站的人潮 把他引流到他们的咖啡店 他们的餐厅 所以你想想看一部汽车加满一千块 上山去玩的人通常不会只有一个人 可能经常是一家人 至少三个四个 至少两个人吧 那三个四个以上的人口是还蛮多的家族 然后呢 一家四口开着一部车去领免费的咖啡券 那他到了这个咖啡厅这家餐厅之后 他有可能只领一杯免费的咖啡吗 不可能嘛 他一定还会去吃别的东西嘛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家咖啡厅呢 利用这种商业模式 跟他们这个加油站做交换 他用免费的方法先送出这个咖啡券 然后呢 这个加油站他们也很开心嘛 因为免费的东西可以送给这个来加油的人 所以加油站的生意也变好了嘛 对不对 然后加油站又把这些客人送到了这个 那客人应该说引流 然后客人呢又跑到这个咖啡厅去 领这个免费咖啡券 又顺便去点其他的餐点 所以这样子的商业模式就叫双赢嘛 那如果你只是用单纯的思维 就是不跟任何人合作 你光是咖啡厅餐厅 自己去网络上打广告 你可能花了非常多的钱 然后大家也觉得吃力不讨好 搞不好广告费都血本无归啊 这是现在很多店家常常遇到问题嘛 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这是一个理法店 他每次呢在客人理完头发的时候呢 老板就会送给客户三张优惠券 有两张呢是七折优惠券 那他有限制在七天之内可以有效使用 那另外一张呢是七折优惠券 那规定说六十天之内有效使用 那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想想看哦 如果你今天刚理完头发 你七天之内会再去理法吗 通常不太可能嘛对不对 所以呢他送这两张七折优惠券主要目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希望你把它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啊 对不对 因为七天之内你不可能再去剪头发 所以呢他送你这两张主要是让你去送给别人 为他带尽两个陌生客户 那另外一张七折优惠券呢是希望六十天之内 你有可能再去第二次剪头发嘛对不对 所以六十天之内使用有效 他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这个客户下次能够再回来 所以我们今天在卖东西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 第一个你客户能够再回流就是在续购嘛 那第二个就是希望你客户能够转介绍嘛 所以他利用这三张优惠券就是两张希望你转介绍 一张希望你自己回来消费 这个就是商业模式 今天举这两个案例啊 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有很多做生意的方式啊 并不是一昧的打广告 其实你可以想很多让客户回流的方法 甚至让客户转介绍的方法 所以由这边报道啊 我主要是要告诉各位说 今天我们从我大概从2010年那时候开始听到商业模式这四个字 那时候常听到有一个讲师叫林伟先生 他很会讲商业模式 然后又去参加B&I 那时候Smart 谢冲平老师也是一直在讲商业模式 然后一直到这几年啊 商业模式这几个字讲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又会发现有很多传统产业呢 就是因为死在这个商业模式 因为大陆人的商业模式变化非常快 而且他们进展非常快 所以我们现在不仅是经营传统生意或者是经营电商 都要开始去思考这些商业模式还有哪些变化 然后赶快去找找看还有哪些商业模式可以套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套用在自己的公司上面 OK好今天分享到这边 我是刘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欢迎您订阅并且按下小铃铛 拜拜 拜拜